那个各位观众晚上好哈 这个现在给大家录制的呢 是这个美国总统本季周一抢先看 这个礼拜呢 我们就到了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尤里希斯格兰特总统 他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 北方军的总统帅 后来呢 就是说呢 竞选呢 当了八年 就是两届的美国总统 后来在他退休之后呢 他还曾经游历过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 在日本呢 见到了日本的天皇 在中国的天津呢 见到了李鸿章 并且呢 还见到了中国的亲王 所以说呢 这个格兰特的一生也是大起大落 他曾经呢 在这个沿街呢 卖过柴火 曾经呢 给人家呢 就是说送过这个运送过货物 后来呢 越马呢 也当了将军 所以说他这 甚至后来当了总统 所以他这一生跟马 都有不解的缘分 他就是属马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格兰特的这个故事呢 还是值得的 我们呢 非常期待 好 今天就录制到大线 这里 感谢大家